今天会报告新增三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 那这三例分别是525到527 国内今天在新增三例 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病例 这三例都是外籍人士 分别来自菲律宾及乌克兰 其中案525和案526 是菲律宾籍的20多岁男性和30多岁女性 两人都是因为工作在今年9月24号 从菲律宾来台 入境时都没有症状 案525在10月7号集中检疫期满前进行裁检 结果在今天确诊 目前住院隔离中 案526则是在10月7号集中检疫期满前 裁检为弱阳性 10月8号再次裁检 结果在今天确诊 目前也是住院隔离中 这两个案入境时也都在机上群群戴口罩 检疫期间也没有跟其他的接触 所以也没有匡略接触 至于案527是一位乌克兰籍的30多岁男性 而这也是台湾首度出现乌克兰籍的境外移入个案 这名个案因为工作在9月22号从乌克兰入境 10月7号居家检疫期满解除后 由公司安排自费裁检 结果在今天确诊 目前住院隔离中 掌握的个案接触者共有9人 由于指挥中心从9月24号开始 要求菲律宾入境的旅客 都得在集中检疫场所完成检疫 且需在检疫期满前再进行裁检 庄人祥表示 今天的案525和案526 就是这个政策实施后发现的首两例个案 而国内截至今天 共累计527例确诊 分别为435例境外移入 55例本土病例 36例敦目舰队 以及一例不明